和澳洲的執法機構 第六我們亦都希望可以將有關這宗案件 梁正英涉嫌收取五千萬一事的案件 和有關的資料 其實可以將那些文件傳檔 就可以給公眾參與 我補充幾點的 回應一些在籌款過程中 一些市民都提出過的一些意見 我們都作一個簡短的交代 第一個最多在籌這二百萬的過程中 真是多謝市民的支持 但是亦都有很多表達有沒有其他捐款渠道 例如我可否直接透過銀行過帳 或者銀行入錢 我們都很細心和眾籌公司談過 但由於第一很難避免 完全避免一種匿名捐款的狀態 第二亦都因爲這樣 而引伸一種反洗黑展的程序 如果我們不能吻合到 我們擔心出現了什麼亂治 反而是有負市民所託 因爲我們這二百萬的開拔費 其實是用來維護香港的廉潔的本質 我們希望用一個最高的標準要求自己 所以這裏就要向有關的市民道歉 不好意思 亦都希望大家明白諒解 因爲我們只是想在整條數目裡面清清楚楚 避免任何的一些救病 另外目前已經籌到超過了二百萬多 但是我希望想強調 天下為公是一個長期的運動 接下來我們剛才吳斯洛都說了 我們的工作都很廣泛 亦都是很多需要透過專業人士的意見去處理 費用都不非 我希望呼籲大家 如果是有更支持這個運動的話 希望可以特效捐款 並且緊貼我們在我們網頁 天下為公的Facebook網頁 甚至在Frenchbacker那個捐款的一些資訊 那裏繼續留意和監察我們的工作 最後一點就是我們接下來就著這筆錢 都會回運一些社會上的知名人士 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 去監察 以及讓我們收回來的一分一毫都用得其所 並且有個適當的監管 增加透明度向公眾交代 我希望在這裏交代一聲 那至於什麽人選呢 我們之前就因為都未成了事 所以就一直在討論 現在資金已經到位了 也就是說我們的工作 任重道遠必須啟動 我們都是即時在找相關人士 如果我們有確實的名單 會即時公佈 那我交給林卓廷總結一句 我們最後再次多謝所有市民 對我們的信任和支持 我明白大家是很希望 在這件事情上面是找到的真相 我們也都是很清楚知道 這件事情是相當艱鉅 希望市民大眾繼續去監察 也都支持我們的運動 我最後想多謝有一幫 在背後沒有出名的 一直密密提供專業意見給我們的朋友 他對我們這次的運動的開展 是相當成功的 而我們的法律顧問 何俊仁律師 也都會盡快就剛才 吳斯洛達律師 所說的下一階段工作 會盡快展開對海外的 相關法律專業人士的聯絡工作 希望盡快拿到 當地的進一步的法律意見 去跟進這次梁振英UGL案件 是這麼多了 麻煩各位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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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強調我們這次收到200萬的捐款 這是顯示市民對我們非常大的支持 不過你說是不是200萬捐款就可以 一定做到任何的成績 是如市民所願呢 這個我沒有辦法作一個保證 不過我給大家保證 我們所有的捐款 都是每一分每一毫 去運用於追尋事實真相的方面 我們過往香港人參與很多運動 我們最終的結果 參與的時候都未必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不參與其中 我們民間的力量一定沒有辦法發揮出來 我們不想一直在等待 等待政府 等待執法機構 它自己的工作 它自己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 如果不是如市民所願的 到時候又可能只能夠失望 我們希望盡自己的一分力 去在這件事情上面 為了香港和香港的廉潔 盡我們一分力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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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具有公信力的人士 去到監管 這個是必然的 因為如果我們成立一個管委會 怎知是沒有公信力 根本是背道而馳 當然 我們現在都在尋找人選 我根本不會 想見 我不會找周浩鼎去做的 當然可能也很想 但是要找一些 講出來 不會大家立刻笑的 咦? 是呀 他看我就安心了 我們會朝起這個目標 找一些有份量 也有公信力的人士 要讓市民 就著他捐了錢 用得其所一分一毫 都去追究真相那邊 讓他們安心 我補充 第一 這些人選 一定是要他肯參與 其實有很多朋友 都在背後默默支持和鼓勵 但是你說要他出個名 參與其中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考慮 這個我們盡力嘗試去做 至於你剛才問第三個問題 如果梁振英真的告我們 我們的捐款會不會運用 其實我們在籌款的目標 其實已經提過這件事 去支援 因為UGL案 引申的所有法律的 或者訴訟的開支 我們曾經提過的 但是我們盡量都避免這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這次是一個追尋事實真相的運動 我們不想把一些辛苦得來的捐款 我們都會被迫要去應付 我們都會被迫要去刑戰 所以大家留意 我們的運動這麼久以來 所有的用字措辭 都是非常謹慎的 我們不覺得 我們的合理質疑 牽涉到任何誹謗 更亂論所謂的刑事誹謗 我們不覺得 我們不覺得 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亦都是一種 公運和維護社會 公義和公眾利益的出發點 絕對沒有任何惡意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繼續 朝著我們的目標 善用我們的資金 去追尋UGL案 事實的真相 好 還有問題 我想問市民可以怎樣交叉 我們會定期就我們的工作 任何進展 和市民大眾會報 我們亦都會公佈我們的財務的開支 我們亦都會有核數師去審核我們的帳目 我們收到市民的捐款 我們作為民意的代表 一定和市民監察 大家放心 所有捐款一分一毫 我們都不會用在 非追究梁振英UGL案以外的 我早前和傳媒做過訪問 也都說了 如果我們有真正的需要 去英國或者澳洲 去和當地的執法部門 或是專業人士 去跟進問題 我自己都是會 坐回經濟客位 絕對不會用捐款 去引致一些不必要的開支 絕對不會 我們和市民帶眾 是有一個莊嚴的承諾 對於郑振英的態度 至今為止 你個案提到 以及立法國會 是不是很難再跟進到 我覺得梁振英 他是不斷以一種擠牙膏式的態度 去回應我們這些合理的質疑 他在他的律師信上 也是首次披露 說董事局主席要求他 不要再出席 董事局避免你的衝突 這些資料都是我們第一次聽到 其實如果梁振英 真的有他所說的書面文件 或者大量的文件紀錄 證明他是無辜的等等 其實他應該一早 放了這些資料文件出來 就不要只是口頭上 引述說有這些文件 他最好放了所有的資料文件 以及公開交代事件 立法會方面 上個星期四 大家看到就開了一次UGL委員會 那一次就閉門的 也是處理 後來根據謝偉俊出來說 大家都知道 就是處理到底我們 出不出席就住 周浩鼎私通梁振英的指控 去出席這個調查 周浩鼎的委員會作供的問題 沒有其他的新進展在那裏 談過 這也是一個反應 委員會的工作很明顯被 當時的私通事件 以至建制派 一直以來有一個拖延戰術 正在拖緊 拖了幾個月 終於開一次會 都只是處理一個項目 就是 給不給我們去作供的時候 引用閉門會議裏面的說法 而結果是不給的 你看看 各樣都是設了關卡 讓我們追尋真相 是不太容易的 甚至乎是阻滯的 當然 前路是很困難的 委員會 在立法會追尋的途徑 似乎都越來越窄 但我們幾個委員 包括我 林卓廷 楊岳橋 和梁繼昌 都不會放棄的 我們盡我們的能力去做 正正我們今次這個眾籌項目 希望為委員會熱外 開闢一些新的追尋真相的方法 讓大家自以降 如果有未能做法 we do believe such kind of warning may help more people to donate for our campaign and we also thank for Sea Violence Assistance and in addition I do believe that the Hong Kong people would like to find out the truth and the whole truth of the Sea Violence UJL cas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in the past there were so many cases that the government just let it go and we don't want such kind of situation happen repeatedly and therefore I can say Hong Kong people is still fighting for justice OK OK 好 麻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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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